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红法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站在大乘呢 你要了解所有世间的快乐 因为不是为你自己 要为别人 就像你要请你最尊敬的爸爸来吃饭 就像有 我有时候我也很感动 有些信徒 他要带我们去吃饭 他说师父我已经在吃两次了 什么菜我都吃过了 然后我都替你吃过了 我才告诉你 这道菜怎么样怎么样 我心里都感动 为什么 他不是对我 他不是对我本人 他是因为对佛法的尊敬 佛法 他们这样认真 所以我认为 这个很重要 他越认真 你会不会越认真呢 会 所以各位以后我上谈 你先认真一下 我才会认真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故意要这么做了 上供 下施 礼拜 要这么做 事实上 我只是个凡夫 但是因为 各位的尊敬 我们法师就会更认真 然后也因为 各位的更认真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 最好的那一面 呈现出来 就像我现在上台 我有没有笑到现在 我没有要一直让各位快乐 就是让各位快乐到 忘了要吃午饭 我最怕虐待别人 我一直讲 你一直看手表 干嘛 好 那我想那是最痛苦的事情 我觉得修行 也像一个演员一样 我们要演得让对方 很快乐很快乐 那时候你也入戏了 看到解吗 所以我每次看这尊佛陀 太壮严了 好不好 太壮严了 这是画的人 因为我们做了十几尊 到处放 最后都被放到哪里 护身圆 都不好看 都被放到护身圆去了 然后就这一尊画的 颜色也刚刚好 那个脸 又男又女 对不对 又美 这个我在想 等一下要问一下 句子 谁画的 不是人画的 一定是佛菩萨来画 佛陀的脸 可怜我们这一堆人 让你看看佛陀的脸 老实说 这个讲堂应该是说 昨天跟今天是最多人的时间 因为它已经空了多少年了 十多年 十多年 以前是沙咪学院 只有我们四十个沙咪 对不起 现在只剩下两个 也不在我身边 所以 这个是一个 我想到这个 我有点痛苦 因为 虽然他们小小年纪 跟佛法结缘 可以 可以听我佛法 甚至短期出家 一个月 甚至有人长期出家 但是他们却看不到佛法的美 看不到 他现在就又开始去轮回来 又开始去谈恋爱 结婚 赚钱 我认为这是我比较痛的那一部分 也就是说 像我这个人 不管做什么 我好像都最后走 包括人家法会 全部走了 我还在上来看一下 因为我要假装先走 因为 后来我现在最怕的是 别人又要离开我 所以以前我在公司 学佛了 员工要离开我 我就在办公室哭 他就跑 行 算了 我先不走了 因为我会有一点 舍不得对方离开 不是离开我 念下来 不要离开佛法 不要离开菩提心 也就是说 我们学佛要 要学到 当你离开佛陀 离开菩提心的时候 心就要裂开一样 当你真心地尊敬对方的时候 是你称佛 当你看不起对方的时候 你把你的佛性就离开了 记住哦 再问一下 老公好不好 离婚的老公好不好 对啊 好想他 你要如此 如果你内心里面 不尊敬一个人 是生命的悲剧 因为佛教讲的 圆满的心 不在于对方圆满 而是你用圆满的心 去接纳他的不圆满 去包容他的不圆满 所以我师父常跟我说 当你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我们就是强力教皇帮他补满 让他永远不再裂缝 当你看到别人优点的时候 一定要顶礼他 因为我可以学他的优点 他身上有这个优点 他笑得这么美 他这么老实 他这么谦虚 所以我经常跟我们摄影师说 你们要拍 不要光拍美女 要拍那个拜的那个脸 都已经录定了那种 所以各位 看哪一个做路镜头讲 那我们摄影师都成佛 因为他要去找那个佛陀的脸 佛陀的虔诚 所以你们听我讲话 要一副很认真 你不要傲堵堵 对你又弹琴 对不对 因为你们这样就会庄严了我 然后他们就说 那个是谁在讲 看那个脸都 舌头都丢出来了 流口水 听法师讲 要听到流口水 你又听到吗 真好听 对不对 如影甘露 谁会这样 18岁的初恋少女 所以这个叫柔软心 一个人修行 如果他还有他的个性 我最怕那个在我面前 修行这样 你叫我对你又弹琴 不然你也比较糟 不然你也睡得爛 没关系 他就说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我们两个就开始 然后我们就要看时间 什么时候可以下课啊 所以说 学佛 那我这样讲 你就知道 佛陀为什么要这么庄严 看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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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吗 优陀现王 那时候才15岁 他第一次看到佛陀了 然后呢 隔了两个月 又跑来找佛陀 他说 佛陀 我上回看你一个月以后 我回去以后 我每天不想你 我为什么不天天 要想你的脸 为什么 你告诉我 佛陀说 因为我生生世世 可称之处 不起称会心 时时刻刻 要去爱对方 所以呢 我的脸叫月亮的脸 所以 人跟人都一直在互相影响 特别各位 我们大家喜欢超度了 而且我们也升起 对佛陀的信心 对佛陀的信心 我们去念佛的号 佛的咒 佛的名号 就是佛的形象一样 佛的咒 就是佛的心一样 用佛的心 佛的语言 佛的名号 就可以把众生 给超度了 所以我今天这样说 我再告诉各位 菩萨界 它就要显现一种 爱的力量 一种被人亲近的力量 而且很想要去 接近拥抱对方的力量 当然那传统的教法 我们像阿兵哥 不要跟我说话 那么 那么 这大家都闭闭了 我不太习惯 我就问我师父说 那这样 好像我很孤独 我干嘛来出家 你不是说出家要来爱吗 他说没办法 因为大家都这样 如果师父跟你两个做 就没问题 我师父就 他在敲这位 以前他做维诺 我做墓语 他就会看什么 海涛 因为他怕我敲错 他也敲错 他的声音也跟我不一样 我的师父那高八点 那个我不会唱 高比女人还高的声音 然后我们大家都破伤了 但是他就是让你觉得 我师父好可爱 真像弥勒菩萨 就是这样看着你 不难不理的 因为他不是 那么 拍命 我会来睡 那么早起来 所以我想各位 我儿子都告诉各位 这个叫柔顺 入佛之门 叫柔软心 好不好 柔软 柔软 不抱怨 所以我们佛教叫 阿摩罗果 你的心要像阿摩罗果 什么意思 像麻吉 随便人家捏 随便人家踩 因为你没有 有灵有脚 好不好 要如此 在谁面前 我们可以变成这样 妈妈 所以各位 你要恢复 你就像一个 在妈妈肚子里面 或是抱在怀抱 会撒娇的小孩 所以去爱佛陀 去让佛陀爱你 因为佛陀本来 就是这种人 然后你就变成这种人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入童子地 修学佛法 要修到入童子地 童子地就将近 将近已经超过八地菩萨 无我 只想爱对方 无我 只想爱对方 甚至入如来一子之地 你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当你要施死鬼道的时候 你要入如来一子之地 为什么 佛陀最爱的独生子 这么样的柔软 因为鬼道很可怜很可怜 可怜到极点 所以我这么说的 意思是说 当你要受菩萨戒了 那各位可能要发个愿 让自己 以后像一朵花 好不好 好美的花 虽然你要出家了 结果世间男人 都拿着花跪在那边 嫁给我吧 你说我已经找到男人了 为什么呢 我嫁给佛陀了 所以因为你已经变了 因为成为一个菩萨 你是世间莲花 让所有人看到你 都想爱你的人 接近你的人 你要有那种魅力 所以所有的魅力 魅力是透过忍辱而修来 所以你不能说 我不理你 我不跟你讲话 所以后来我就体悟了 我们每次做早课都要面对面 那么 把全面人都当作不是人 不准笑 错了 以后我们做早课 大家面对面 大家都多微笑 好不好 偷看美女 什么意思 把丑的都当作美的 把不帅的当作帅的 因为你看到对方的美 记住这句话 佛陀为什么成佛 哎呀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下 因为他看到我们的美 所以他永远不舍弃我们 所以 讲了妙法莲华经 原来众生都可成佛 讲了华言经 他告诉我们成佛的次第 讲了任言经 断除成佛的魔障 等等 所以因为他永远看到我们的美 最丑的乌鸦都是乌鸦妈妈 最漂亮的鸦鸦 所以各位你不能去恨人 曾经有人跟我抱怨他爸爸 那我说 听说你想出家 那你还在抱怨你爸爸 以后你就会把我骂得扁扁的 你心中没有感恩的对象 所以就像你爸爸 从小把你打到大 你都还要想到他要哭 你不要说我要出家了 我快点去 所以我当然 我跟我太太 过去的太太说 我要出家 是因为我太疼你 我想到你 我就觉得我很疼你 我希望你快乐 但是我想到我儿子 那我就像心脏要裂开一样 因为我很爱他 我想到我爸爸妈妈 所以我只跟我爸爸妈妈说 我真的很孝顺你们 没有人 四个兄弟 没有人比我还孝顺你们 我爸妈 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们 但是因为孝顺你们 结果我外面还有这么多爸爸妈妈 我必须孝顺全天下的爸爸妈妈 这个是孝顺你们最好的方法 我老爸说好了 听着没有啦 所以他只是伤心了 他没有生气 还生气就百甲落 但后来就给我讲一句话 那时候我拿出两本护照 我爸妈干嘛 如果你不让我出家 我就会用这本护照出国啦 我爸爸讲 不然你不要帮我走 你就留在台湾 你不要走你就留在台湾 我就让你出家 我终于听到了 你让我出家 条件留在台湾 如果要出国 我去日本读博士 好 我爸爸当然 他世俗的想法就很简单 但是我只知道说 我爸爸虽然这么凶啊 但是他就是爱我 所以我想 如果你要去凶别人 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说 我是爱你的 所以我才骂你 所以我就了解 打是爱 什么骂 打是爱 原来谈情说爱 修佛法 嗯 这个主题不错 我要让各位 恢复少男少女初恋的样子 有没有道理啊 然后你回去就一朵花了 去吧 去爱吧 去利益众生吧 学佛不是 我跟你讲哦 吃菜哦 我米豆腐咯 所以有时候 各位在问问题 我都在那边看他的脸 哇 这个人好苦啊 对不对 因为 我想做一个菩萨 问的问题 都是众生 众生 如果你要问 你有多少冤情在主 可以 是因为我怕他受苦 而不是我怕我受苦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 怕你自己受苦 而去问对方 这还是一个自私的 这个不符合佛法 我只希望把它转化 各位你看看 我们去超度这个冤情在主 是因为爱他 对他慈悲而他超度 不是 那么恨啊 不是这样啊 我在吹这个 不是说在下楼梯 吹凉风 快快乐乐 亲爱 阿弥陀佛 是这样 你们看我吹蓝道 我说 快走 快走 拿哨帚啊 不是的 要他清凉 要他快乐 要他自在 怨啊怨啊 管他乱念都可以啦 反正有爱就好 是要如此 所以我想各位从今天开始 像我怎么练习 我摸到床 床母 谢谢你 抱着睡 我现在只能抱着她睡 你要对 枕头你也要爱 杯子你也要爱 了解吗 所以有一位法师教我说 你吃个东西都要 阿弥陀佛 他是教我这个 我觉得也不错 他说念阿弥陀佛 是想到自己去极乐世界 我要保持正念 所以喝水 我都要念阿弥陀佛 我说这个也 很灰色 应该讲说 阿弥陀佛 我爱你 喝一下 要如此 而不是说 阿弥陀佛 因为这是我的戒律 我要念佛生净土 所以我不念 怕我往生不了净土 我是净土中的 那这个动机有错 因为每一样东西 都要 那叫 看到佛陀 每一样东西 所谓空性 所谓菩提心 你看到一个大便 都变佛陀 你要把每一件事情 山河大地 花枣树木 都看到佛陀 你会不会发起充满 发起充满 记住这句话 不是看到一个悲剧 而是看到一个痛苦 看到一个不顺的眼睛 所以当然那天有人要出家问我 师父我要出家 我的先生不让我出家 我就很羡慕他 他说为什么 你先生这么爱你很好 回去吧 所以你好好爱他 等他爱到顶点 他就把你踢出去出家 因为你还没有把他爱完 所以我是真的 我出家以前 把我过去的太太 强迫我去爱她 因为我的太太是我 女儿 我怎么会跟女儿谈恋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既然我要出家了 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让她留一个圆满的月亮 在她心里面 因为我可能是她将来 想要学佛的一个点吧 在未来是 希望她看到我 变成一个出家人这样而已 所以我不能破坏 对她的心这样而已 所以我想对我爸爸妈妈 对我的同事 对我的朋友 我为了要出家 我就尽力地对他们好到极点 那两年 所以用尽一切办法 因为我那个时候想法 我师父说 你受菩萨戒了 你受到菩萨戒来 你才发愿出家 然后你这两年 你要去实践菩萨道 如果你实践道 可以的 你自然来出家 我是先受菩萨戒了 然后我师父说 那你就受完菩萨戒 发愿出家 那出家干嘛 爱众生 所以而不是说 你去公司讨厌赚钱 你要喜欢他们赚钱 爱他们 关心他们 他贪污 你也说没关系 只要你不要离开我公司就好 给一个机会 你只要留在公司 你多吃一顿素 多听一点佛法 钱小事 你贪吧 你拿去吧 所以我想各位 以后你在家里 摆个念佛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桌上摆个几千块 小偷来哦 来偷我的钱 你就可以听到佛号 这个小偷一坐在那边 没人呢 休息一下 听听佛号 再走 你要这么爱小偷 因为我要给他佛法 用钱可以买到人学佛 好不好 好耶 用钱可以买到人学佛 所以我希望各位回去以后 特别各位是女众 就好好的回去跟你老公谈恋爱 好不好 让他觉得你是初恋的少女 然后爱到 你把爱都圆满了 然后呢 你自然就会想要出家 你知道出家是什么 你千万不要说 你为什么要出家 我很恨我老公 我碰过一个男生 我说你们要出家 他带我去看他太太 那小偷坐在那里啊 那我说 你那么恨他 我那个脸就变了 这样 后来 我说你不适合出家 你不出家 那我找你师父出家 我不跟你出家 后来他还称出家了 出家以后 他连我都把我干掉 都把我干掉 他现在有不报 他寺庙蛮大的 那就他一个人 后来跑来找我 海涛老师 你旁边那几个小的 送两三个来 送 我儿子的送 送给你去虐待 你自己想办法 你自己生 因为跟你在一起 又没有温暖 如果你比我还爱他们 我就送给你 我很高兴 他听不懂我这个意思 因为他从出家 就是一种恨 一种对立 一种排斥 他觉得佛法很好 但是他讨厌人家不好 有没有这种人 多的是 喜欢吃素 却讨厌人家吃肉 所以我想 我只有这句话 你吃素 他吃肉 所以我喂你多吃一点 我还负责超度你 所吃掉的一切 所以 你不要因为这个人吃肉 而恨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也是你爱的对象 你爱那个动物 更要爱吃肉的人 更要爱杀牛的人 菩萨界的规定 有人杀掉你的儿子 有人杀掉你的爸爸 要不要爱他 如果你不爱他 犯菩萨界 不供戴天 杀父敌人 你都要爱他 如果你舍弃他 你也知道 破菩萨界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没有 等一下打电话 给你老公的小三 哈喽 你是谁啊 我关心你 讲一些好听的给他听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你的 你的小王的太太 我要谢谢 照顾 我们两个 同爱一个男人 我们两个一定是 姐妹母女 你要真的跟他说啊 为什么 因为你心放下了 不然你 如果你不放下 可不可以得到戒体 得不到 因为你心中保留一个空间 你心中还有一支 毒箭 准备用的 那你就得不到 菩萨 坐不了在里面 所谓戒体 你要打开你的心 像莲花一样的清净 他会坐在这里 各位要给自己做决定 因为要受菩萨戒 一个人没有悲心 没有爱心 去看佛经 对他是伤害 他会用佛经来批判别人 对对错错 了解吗 所以我师父 还是讲那句话 念这 来 蛇喝水 变毒 如果你内心还有排斥 还有成分心 你就去看佛经 你会伤害别人 那个是变成贱 不是文书贱 是砍人的贱 因为我们在佛学院 看最多就是这样 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很怕了 百分之九十都贱 原来深入精脏 是在你心里面 智慧如海 用经典 用佛的心来改变你 而不是用文字来讲别人 所以我只能说回向吧 当别人对你没信心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 只能回向给他 但是各位 欧曼你背面后好不好 好啊 干嘛说他是密宗 对不对 他是佛说 他跟密宗没关系 这个贴标签了 贴标签了 这个大白散盖 不是佛说 大威德不是佛说 我说那个是佛经都有 那是密宗 密宗也是佛说 那不管你这一套 那这一点就是叫法治 就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我讲这些是希望 当然我要教各位读这些 实在太容易了 凭各位的程度 没问题 对不对 其实问题很多 看不懂 看得懂文字 看不懂心 佛陀的每一个经典的字 都是百千万钱 用血肉换来的一个字 三大阿僧奇节的这种奉献 和体悟到的真理 告诉我们 因为如果你这么慎重 去看 因为佛陀用他的血 在告诉你真理 用他的命 在告诉你真理 你会没办法 你会依教奉行的 因为佛陀这么痛苦 佛陀用他的骨头拔出来 用他的血浆 磕在树上 然后跳下去死 他要把这一句话 留给后面的人 哪句话 来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 极灭为乐 佛陀为什么要这样留下来 他怕我们受苦 怕你又在这个 生灭的世界 去爱上一个 本来就会生灭的东西 他怕你的生命 你都一直在心里 在生灭轮回 痛苦的状态 佛陀要告诉你 真正的快乐 涅槃为乐 是你的内心里面 不会在随着 世间的生生灭灭 而在那边受苦 所以他必须用这样 留下来 所以多苦啊 就像一个地震 埋下去的妈妈 她还要用身体 保护的小孩子 然后最后手机 告诉我孩子 妈妈爱你 然后就慢慢死 等我们把它翻开的时候 大家就会赞叹这个妈妈 佛陀是如此 所以各位 要一直去意念佛陀 意念佛陀的伟大 每一个佛的伟大 和意念到 感动到你内心里面 但是佛陀教我们干什么 当你爱我的方法的时候 以这样的方法去爱众生 爱他就可以成佛 念一下 爱他就可以成佛 所以各位 明天要受菩萨节 我祈求各位去爱别人 好不好 你不能说 对不起 我只爱你一个 不行 佛陀说 爱的不是他的外表 若以色身见我 是人形邪道 爱众生的佛性 保护众生的佛性 但是你要去爱众生的佛性 你要先爱自己 你要用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你的自信 大悲心 空性 各种的善巧方便 煮好吃的 擦好花的 讲好听的话 给他听 让他快乐 乃至用你的生命 去奉献给他 而且所做 所做一切善根 念一下 我为了你 我为了你 眼前的人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供养他 恩阿弘 为了你 所以要这样的 从心里面 去真正的去爱众生 疼在心里面 虽然我出家了 但是出家是因为 爱家里的人 以爱家里的人 爱自己的父母子女 的方法 去爱所有的众生 所以最聪明的人 还没有礼物佛法 当然是最坏的 对不对 等最坏的人 礼物佛法 是不是最慈悲的 所以你不能放弃他 你不能放弃他 所以我也有这个体悟 我很喜欢去监狱 哇 这些人最好 哇 什么都 什么事坏事都干过 这个来学佛 这个千房过境 对不对 他就不会 不会怎么样 不会晕船 所以我想 各位我讲这个 我只是希望 你多去思维这个事情 那经典里面的事情 非常好